Hello大家好,我是雅耀 散步天理身体四季种 姜就有很好的去湿效果 今天就用它来分享好吃的 这是我自家菜园里栽的老姜 虽然个头小,但是也是比较辛辣的 用这种老姜做出来的美食 去湿缺寒的效果要更好 加入一勺小树倒后,倒入清水 用手抓拌后,浸泡五分钟 这样能有效去除污质 然后用小刀刮去姜夹凤梨的泥土 再把表面刮一刮 刮的时候只要皮干净了就不用去除了 因为皮有去活的作用 再放入到清水中 用手抓拌清洗 自己可以换水,多清洗两遍 然后捞出 放到案板上 切成小块 放入料理机中 搅成姜泥 再倒入碗中 大家在搅的时候觉得难搅就加入适量的清水 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然后再加入糯米粉 姜泥和糯米粉之间的比例为1比1.5 再加入100克的红糖 怕辣的就多加些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两个鸡蛋 继继续搅拌 搅匀之后 往里边加入10克高度白酒 然后下手揉面 就揉成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锅中刷点油 取一点面放入手心搓圆 再按便 这样就可以 放入锅中 两分钟过后 放一次面 因为这样的饼都比较容易糊面 所以为了不影响口感 我们不要偷懒 多翻几次 这时候饼里 姜与糯米粉的那种混合香味 就已经出来了 太香了 口水都已经忍不住了 直到经过铲子的触碰 能明显的感觉到非常的软 这样说明已经熟透了 可以出锅了 放入盘中 这样美味的姜果就做好了 姜有很好的去湿去寒的作用 用它这样做饼 既好吃又能够帮助到我们 去除身体里的湿气 真的是一举两得 三福天理 一定要多做给家里人吃 撕开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的软弱程度 太香了 还有一点烫手 这种饼就是要趁热吃 口感才最好 适合家里的每一个成员 喜欢了就收藏关注吧 我是雅雅 感谢您的支持 我来说明显的这种银子 我来说明显的这种银子 我来说明显的这种银子